近日,有网友发布视频称,逛山姆一个多小时,多次看到有成年人,直接穿鞋,坐在购物车里。 网友称,该推车平时是,用来购物放零食、水果、肉类,看他们穿着鞋子坐在里面,感觉很没有公德性。 给商场反应后,员工去沟通,车上的人也无动于衷。 而在某社交平台发现,不少博主都分享过,自己在山姆购物车上拍照的经历,甚至有人推出教程。 山姆最新回应,针对相关争议,近日山姆客服人员回应记者称,非常理解消费者的心情。 经查询,目前没有禁止此类行为的相关明文规定。 消费者看到此类行为,可以在门店让工作人员协调处理,山姆购物车也会定期清洗。 此外,成年人坐购物车的行为有安全隐患,相关建议和意见将记录反馈。 有网友表示,购物车是用来装东西的,不是用来踩得太恶心了。 对于这事,大家又是怎么看的?